文字幕提供 收緊公司查冊這個安排有新進展 大家記得這個安排 是政府早前以打擊起底 和濫用他人個人資料做理由而作出的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在昨天6月16日向立法會提交了一份文件 有關查冊安排的修訂將會在明天6月18日刊憲 第一個階段將會是8月23日正式實施 在這個新制度之下只有7類指名人士 日後可以繼續查閱所謂的受保護資料 甚麼是受保護資料呢 即是公司董事的住址和他完整的身份證號碼 可以去查閱的這7類人士分別就是 首先有有關資料的當事人或者他授權的人士 有關公司的成員 公職人員或者公共機構 根據法例或委任或者擔任負責執行法定職能的人 而需要使用受保護資料的人士或者機構 在香港律師行執業的律師 和在香港律師行或外地律師行執業的外地律師 執業的會計師 銀行業條例之下認可的機構 最後根據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之下規管的金融機構 包括證券公司、保險公司、金錢服務經營者 和儲值支付工具持牌人等 以及指定非金融人士包括會計和法律專業人士 地產代理、信託或公司服務設牌人 一直都憂慮收緊查冊 將會影響到資訊查證 以及公眾知情權的新聞工作者 就未獲列入這些指名人士的類別裏 有趣的是 當局沒有在他們給立法會的文件 公眾諮詢的章節是詳細提及到新聞界 對修改查冊安排的疑慮 局方只是說 查冊人士仍可以在越南公司登記冊上 董事的通訊地址 和部分身份證號碼 認為這兩項資料 連同相關董事的姓名 和公司的資料 已經足夠被查冊人士辨認有關董事的身份 局方又聲言 兩名董事 全名或部分身份證號碼 完全相同的情況是極少見的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查冊系統介事都會提供一些額外的身份證號碼數字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聲言 公眾日後仍然可以一如以往 好像以前那樣 越南登記冊上的其他資料 包括個別人士出任公司董事的完整名單 這個安排會分三個階段實施 正如開頭所說的第一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會在8月23日開始 到時公司董事就可以用他的通訊地址 來代替他的通常住址 不需要再給的了 公司董事和秘書也可以用部分身份證號碼 來取代以往的完整身份證號碼 給公眾查閱就可以了 第二個階段就會在明年2022年10月24日才開始實施 到時登記冊上的董事索引 就會隱藏起這些受保護的資料 只是給那七類的指名人士去申請查閱 到第三階段 後年2023年12月27日實施 資料的當事人可以進一步向公司註冊處申請 不提供在第二階段開始已經向公司註冊登記的文件 的受保護資料 簡直不需要給 還可以是以他的通訊地址和部分身份證號碼 取代給公眾查閱的 如果七類指名人士仍然可以向公司註冊處申請 閱覽受保護的資料 在先前的分析和評論裡 都已經和大家否釋過 這些新的安排 必然一定會阻礙到資訊的查證 會影響到傳媒監察社會的功能 以及公眾的知情權 但是似乎政府的選擇性失衷 當聽不到 只是願意把指名人士的七類 現在的七類的範圍擴大了 包括涉及反洗錢工作的銀行等等的金融行業 以及會計專業界別 對新聞工作者展示了一種我會形容為頗為敵對的態度 其實新聞查證的工作和政府所指的起底行動 根本就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 和這個題目有相關的一件案件 大家可能都會有留意到 就是繼鏗槍集編到蔡玉玲查車牌案件之後 有一名大公報記者 亦都是因爲車牌查冊的事而被拘捧 這位被告黃偉強 47歲 就是大公報的記者 控罪指他在去年2020年8月15日 為了取得一個車牌的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 明知而作出要項上的虛假陳述 即是在申請用途那一欄 他選擇了為其他有關交通事宜這個選項 基本上和蔡玉玲查車牌的案件是沒有分別的 那件案件今天在西九龍裁判法院聆訊的時候 律政司申請這件事以簽保守行為就算數了 案件亦都是由早前審理蔡玉玲案的主任裁判官 隨意未負責的 律政司高級檢控官李廷偉強調這件案 和蔡玉玲案的考慮的標準和尺度是一致的 但是這個被告最終獲准以2000元簽保守行為12個月 另外需要付唐費1000元就是這樣 李廷偉在庭上說 是考慮到被告只是一名員工 這是單一事件 經控遍雙討後 是同意以簽保守行為處理的 這件案件的編號就是 ESS3866-21 今天真的發生了很多事情 另外一個大家相當關注的案件 就是和蘋果日報有關的 警方去年8月展開了一個很大規模的拘捕行動 突擊搜查了蘋果日報的大樓 用違反國安法等罪名 拘捕了壹傳媒的創辦人黎智英 他兩名的兒子 四名壹傳媒的高層之後 今天清晨警方以後再次採取行動 就是涉嫌違反國安法的第29條 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先後拘捕了五名高層 據了解這五名高層包括 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雄 壹傳媒集團營運總裁周達權 蘋果日報副社長陳佩敏 總編輯黃偉光和蘋果棟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 在早上七點半左右 有超過一百位的藍武子警員和國安處的警員 進入將軍澳工業村蘋果日報大樓 封鎖了大樓對開的範圍和各國的出口 所有進入大樓的所有職員和人士 都需要登記身份證和職員證 亦有被要求提供電話和地址等個人資料 警方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 都有到場調查 他後來交代了事件時表示 現在警方凍結了三間公司的資產 包括蘋果日報、蘋果印刷和 和Ad Internet Company 一共是一千八百萬的資產 由此 蘋果日報2019年到現在 有幾十篇文章的內容 這些文章的內容 呼籲外國制裁中國和特區政府 而被捕的五個人 對公司運作相當重要 對文章內容的風格和方針 日無旁財 亦都不排除再會有人被捕 記者再追問這些文章的內容 究竟是不是屬於意見之類的呢 Opinions 警方是沒有正面回應的 究竟實情是怎樣 我相信都要遲一點才知道清楚些 我們大家一起密切留意 關注這件事情的發展會是怎樣 打電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